你的人际关系当中 始终都是你在主动 这是为什么 就这个粉丝发私信 说自己生活当中几乎没有社交 如果自己不主动联系别人 不会有人主动联系的 他感觉好像大家现在都变得很佛系 都不愿意有太多社交了 平时想喝酒都找不着人 所以问怎么样改变这种现状 这里面有一个现实问题 说了可能会很扎心 就是你以为大家都变佛系了 都不愿意社交了 其实不是 别人可能只是不愿意跟你交往而已 别为啥呢 因为你没有任何的交往价值 现代社会本质上 就是一个等价交换的社会 人们交换物品 交换服务 交换情感 交换观点 交换智慧 交换人脉 一切都是交换 大家在这个复杂的交换网络里面 各取所需 而你能提供的服务 情感观点 价值 或者说更深层次的你的被需要性 就是你的价值所在 你如果具有幽默感 说话妙语连珠 那别人就愿意和你结交了 因为他们和你交谈当中 能得到快乐 你如果资源丰厚 认识不少大腕 别人也愿意和你结交 因为他们通过 你可以结识到自己想要的人脉 你如果博览群书 思想深刻 别人也愿意和你结交 因为他们可以从你这得到 有价值的指导意见 所以发现问题所在了吗 你想要融入任何一个圈子 你想要被人所需要 想要有人来和你结交 你需要挖掘出自己的价值 任何人都不会把时间浪费 在一个什么也得不到的人身上 你不用说 这是自私或者说功利 因为你也是这样 我们大家都是这样 我们都不会愿意和一个 无趣的乏善可陈的 没有任何闪光点的人交往 因为我们都想要提升自己 我们都想要有趣的肚子里 有干货的优秀的朋友 所以多花时间去提升自己 好好地打磨自己 让自己变成吸引人的此时 这样大家自然愿意靠近你 反过来看 你如果过于去在乎外界的开发 过多地去关注别人 去渴望别人的认同 说明你其实没有自己的生活 你并没有找到自己生活的核心价值 只有当一个人自己的生活空虚 才会转而去关心别人的生活 所以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 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身上 因为你若盛开 请疯子来 好好拼拼吧 关注我 每天分享实在干货 二年 一 二年 三年